银河变身为啥不再转圈了 想当年被陆基艾尔一脚给踢飞出去 飞出去基里地的银河 落地后对转圈变身就落下了心病 陆基艾尔一脚踏来并告诉银河 以后再看你转圈圈 剑一次打一次 其实也不光是银河 也有其他奥特战士人间体 在变身的过程中被无情地打断 比陆基艾尔更猴急的是美菲拉斯 只见美菲拉斯拔出一根毫毛 大喊了一声 早田别说变身了 就连动弹也困难 这下轮到美菲拉斯大笑了 未来文迅前来营救哥哥早田 一路小跑之后 却背着三只身背王八壳的怪兽 伯家如截了胡 未来使用切割搞掉一只 随后又搞掉一只 躲避后的傅家如 抓起同伴的尸体 嗯 真想 酒保饭足之后 这家伙开始膨胀 未来刚要展示变身之际 未来当即扑改 文迅未来未变身就扑改 团愤怒将眼睛摔在地上 未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如何变身 这么简单的事情 居然能让怪兽打断 赛文救弟弟心切 一路小跑对着弟弟急速赶来 由于救孟比欧斯心切 赛文匆忙赶路 不慎脚下一滑 赛文就这样跌落悬崖 正在打怪的色罗听到父亲的呼唤后 赛罗着装究极圣断 穿越时空前去营救父亲 就在赛罗借用 大赫西的身体变身之际 大赫西举起右手 一把掌将赛罗拍了回去 欧部奥特曼从天而降 这不仅惊呆了小伙伴 也惊呆了红凯 我这账号被盗了 混乱之余 红凯匆忙躲进角落 刚要变身却被善态的出现打断 红凯瞬间被憋出内伤 最终被善态拉走 另一个平行宇宙中 小鹿正在和朝阳亲亲我我 大被鸟加NKO却从天而降 凑加哥俩跑了过去 就在哥俩并身之际 小鹿也跑了过去 这不就尴尬了吗 三人顿时都憋出内伤 标准的射死现场 太罗六也有被人力打断的时候 在对战不死怪牛林顿一阵之中 光太狼救人心切 一把推开大姨之后 太狼姿势刚要摆好 却被大姨一把抱住 太罗想打他的心都有了 这时多亏奥特之父出现 这才缓解了尴尬 大蒙老师这边也不容乐观 面对怪兽肆虐 大蒙老师将同学赶到超市之后 大蒙老师跑了回来 眼看私下无人 大蒙刚要变身 却被同学盯个正着 小眼镜告诉大蒙 你可别一个人溜呀 这句话将大蒙憋得未出血 大蒙为了证明自己不会跑 于是又悄悄的摸回了超市的门边 在对着同学们一通告别之后 大蒙决定在同学们面前变身 因为爱迪的身世被同学知道后 他就要离开地球 面对怪兽肆虐 大蒙又飞神跑了回去 在跑了三千米之后 停下的大蒙一套组合拳刚要变身 就被怪兽的火焰打断 最终爱老师还是变身成功 总算没有憋坏自己 高斯的人眼提武藏 似乎就没有这么幸运 面对扎格尔来袭 武藏跑上天台 刚要变身 变身器被打落 并被这位神秘的女人抢走 武藏当即蒙蔽 武藏一番索要变身器无果之后 被逼急的女人一个还击 武藏被击中之后 一番酸爽的电击 武藏晕死过去 武藏不仅变身被打断 而且还被抢了变身器 带拿人掩体飞鸟 在树上睡大觉 一桶水直接将它叫醒 还不等飞鸟反应过来 一张可怖的脸 将飞鸟吓得连连惨叫 飞鸟急忙掏出变身器 还未变身 便被树干打落在地 在它够变身器不成之际 又一只雌星星冒了出来 飞鸟这方才得救 纵观整个被打断变身的过程 香秀树就不存在这种烦恼 因为它有独创的跳楼变身 只见它意志坚定 飞身月下之后 香被推进了医院 9 9 9